从各方的反应来看 李燕的安乐死申请 很可能最终只会成为安乐死立法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不会对立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而这条立法之路到底有多漫长 从央视一场为此进行的辩论就能看出一些断倪 在3月14号晚上 在大家看法 周末版节目的录制现场 社会学家著名学者和医学界代表 针对安乐死该不该合法化的话题 分成了正反双方 唇枪舌剑 你来我往 这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嘉宾李顿坚持认为 生死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权 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嘉宾则表示说 个人的选择一定要与社会的选择结合起来 人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安乐死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双方是互不相让 争论一度进入了白热化 然而当节目进行到连线环节 场面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当主持人现场接通了李燕的电话时 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正方嘉宾 一番前态 共同反对李燕申请安乐死 尽管在连线的过程中 李燕几次落泪 在哽咽中讲述了自己28年的痛苦的经历 强调说表现自己对未来的恐惧以及无助 但是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嘉宾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李燕根本不符合实施安乐死的要求 他对生命其实仍然充满渴望 正方嘉宾都倒戈了 其实安乐死是否有备人性伦理 谁有阻止本人求死的权利 这样的问题 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安乐死以合法化的国家中 争论是依然存在的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根深蒂固的国家 一向把生看得重于一切 接受安乐死为一种合情合理的人道主义行为 自然是显得更加的艰难 我有一个同事的父亲到了癌症的晚期 躺在医院的ICU重症病房里面 每天医疗费用高达3000元钱 医生已经下了病危的通知 建议放弃治疗 然而几个儿女仍然坚持让父亲住在ICU病房中 只要老父有三寸气在 即使是回天无望也不能任其安乐而死 咱得说安乐死是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的又一个进步 安乐死并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名词 它是哲学问题 是伦理问题 是经济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 正因这样 立法才要慎之忧深 在没有立法之前 如何让人道主义关怀减轻病人及其家属痛苦 也许是更现实的做法 目前 英美等国家都有舒缓痛楚的宁养服 通过对弥留之际的人给予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治疗 让有求死念头的病人回心转意 不再认为接受安乐死 才是消除痛苦的最佳办法 泰格尔曾经写道 使生如下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生死之间 什么样的结局 对人们来说 才是真正无痛的社会人道 仍需思考 下节 沈阳市九州医院 妇科专业 妇尿专业 不孕症专科 生殖健康科 电话024-2283-46 地址 沈阳北站 汇宫广场男50米 沈阳市九州医院 妇科专业 妇尿专业 不孕症专科 生殖健康科 电话024-2283-46 地址 沈阳北站 汇宫广场男50米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鼻烟猴科专业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鼻烟猴科专业 资讯电话024-6250-1656 6250-1656 地址 沈阳站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刚长科专业 地址 沈阳站 刚长科电话 024-6250-1635 024-6250 1635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你是我的爱人 是我的牵挂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呵护女人花 健康 你我她 沈阳市爱心女子医院 复科24小时 复科热线 024-2283-7999 2283-1888 地址 辽宁日报社 携对过 沈阳人德医院 刚长科专业 医院电话 024-2482-6868 024-2482-6868 地址 沈阳市深河区 万六堂路 27号 广告之后 来到语出惊人 钙片里含铁丝 又补钙又补铁 消费者说的 南昌的吕女士 前些日子 花30块钱 买了一盒 高钙黄金搭档钙片 结果在钙片 也竟然吃出了 一根铁丝 吕女士向药店 药品的生产厂家 要说法都没有结果 最后吕女士 只好自认倒霉 她还自嘲的说 又补钙又补铁 花一样钱 补两样 占便宜了 是无奈的阿Q 去酒吧喝洋酒 你得一个一个字 字母来分辨 长沙泡八族 根据调查 长沙酒吧 有60%的洋酒 是国内伪造 十几块钱成本 翻个几十倍来卖 这些伪造的洋酒 看上去和进口原装 知名洋酒可像了 也就是英文标志 稍微改动一两个字母 不仔细辨认 你很难发现其中的奥秘 泡八泡八 那么来的吗 泡吧 广州可能会热到 不适合人类居住 这是英国记者 这位记者在英国 报道了二十多年的气象 前天他来到广州 这个全球都越来越热 中国也不例外 作为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之一 广州也许会热到 不适合人类居住 他还说 今年也许是广州最炎热的一年 空调厂家可要高兴了 大家热 他们夜 下见 这个月开始海南三亚四套领导班子 每个月都要坐三次出租车 就是看看 这还挨宰不了 这话 得从山西人说起 说去年年底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吕日舟到三亚去旅游 这个倒霉 买水果 少六斤乘 逛街 被偷两千块钱 去海滩下车之后 一小男孩上前扶了他一下 吕日舟刚说上谢谢 小孩这身手要钱 准处扶的钱 吕日舟回头就给海南省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 这可给三亚杀了一大二雷的 春节期间 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决定坐坐出租车体验体验 不至于这么糟糕 结果一上车 司机就说了 不打表 二十块钱 春节都这样 爱做不做 到地了 司机还大方的说 一道聊的不错 收你十五 江泽林一看表 也就八块六 被攒六块四 市长陆志远在某酒店正就餐 亲眼看到几个外地旅客 点了也就三百多块钱的菜 酒店硬是要八百多 而且酒店态度那是相当恶劣 市长陆志远亲自出面 代表市政府向顾客道歉 sorry 并且让酒店停业整顿 在一在二又在三 三亚领导班的下定决心 要对三亚的旅游大环境进行整治 再不整治 真就来不及了 池水长流 安能府 护书勤转 不会渡 何必抢制 做出租 人民意见 你多关注 平时多听点都有了 对开车的朋友来说 成品油的质量 可是关系着行车安全的大问题 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何辨别油品的优劣 今儿个我们就带您跟随专业人士到加油站走一圈 给大家伙介绍几样高招 梁娜娜 在北京的一家加油站 专业人士介绍了怎么用一看二纹三摸的方式分辨优劣的油品 看这个甲的和 这是 这个呢 是不合格的 它的颜色比较深 属于那个小炼厂 可能是里边掺甲了 那合格呢 看着很剔透的 这是一看 二纹呢 就是纹它的这个气味 这个纹呢 它的气味呢 是比较清香的 但这个纹起来呢 它就刺鼻子 比较刺鼻子 此外用手指蘸一下 就会发现好的汽油容易挥发 而劣质的油啊 明显比较粘稠 如果没有条件做鉴 就是专家建议 可以跟随当地的出租车 选择加油站 一些非正规加油站 常常会在加油机上做手脚 加油时缺筋少两 这位加油站工作人员 就特地打开一台加油机 介绍它的工作原理 一台合格的加油机 你凭咱们平时眼光怎么来看 就看它的强点标志 强点标志上 一二三四五到十二 它是包含的十二个月 然后这个时候 它有切角 切角的时候 就是你每个月 应该检测的时候 然后呢 其次呢 我这还有一个牵锋 技术系的牵锋 如果没有牵锋 这台加油机 根本就不能用 它就是一步合格的加油机 看来这个加油的许愿 还这么少 发牢骚吧 这为什么要让消费者 变成百事通万事能 为什么要让花钱的人 带着怀疑的态度去消费 和谐 诚信的这个市场环境 短时间内还不能做到 这个自行进化的完美状态 下节